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支付 香港的占领行动 连日来不单止占据了主流媒体版面 就连社交网站和聊天室群组亦都一样被洗版 随着互联网普及社会运动多一个途径去传播信息 更加可以借此制造舆论掌握民情 台湾3月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审查 被指跳过正常程序 是黑商作业 引发不满 美学界带头发动抗争 最终将立法院占领 示威人士不断在网上号召民众声援 亦都不时透过社交网站和影片分享网站 发布信息和上载影片来争取民心 舆论几乎是一面倒支持 学生最终在23日后和平撤出立法院全身移退 但不是每次抗争都可以一滴血都不流就收场 几年前中东和北非的梅里花革命造成的伤亡就不计其数 2010年底邓尼斯一个青年致焚 控诉对执法人员濫权的不满 事件引发了全国多处騷乱 总统本亚里逃亡到沙特阿拉伯 邓尼斯扎时遍天 抗以浪潮并没有就这样结束 在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多个国家都有样学样 纷纷爆发反独裁政权示威 穆巴拉克、卡达菲、薩利克多个执政了多年的领袖 相计倒台 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官方媒体本来一度封锁消息 莫说是外人 就算是国内的民众 对于反政府或是镇压的事都是一无所知 多得禁之不绝的民间网络群组 将信息传播开去 令民众的抗争行动 得而在阿拉伯世界遍地开发 2011年在网上发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正正借镜了阿拉伯之春 就算没有明确的领袖 仍然能够一呼百认 不单是纽约华尔街 洛杉矶、三藩市、芝加哥 以至是欧洲、亚洲和澳洲等多个地方 也有占领金融机构的活动 中环的汇丰银行总行 也都一度成为抗争战场 地下的广场就被占据长达11个月 做在清末的时候已经有公车上书 当年知识分子做的就是奔走商告 再联储陣情 今时今日是科技进步 上书比起昔日容易 但又是否更容易达到目的 就是另一回事 今日的新闻支付就说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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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